一把抓起嫌犯 把人壓制在地當場上銬 大動作驚擾 臨桌客人 遠景趕緊解釋 正式在抓炸氣犯 原來這是以林谷塔為幌子的詐騙集團 想年長者工程 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有中國企業家想買大量的骨灰潭 他們有管道可以賣 但是要被害人補貼曝光費用 沒錢就簽本票 多次拔皮 受害人數多達23人 不法金額將近2000萬元 嫌犯和被害人就是約在連鎖的素食餐廳 並準備要來簽約 不過全程都被警方監控 在簽字之前成功阻攔 警方就在外頭盯著 等到適當時機 上前抓人 我到了 我在裡面 好好 我就走進去看 看到你了 一查之下還發現35歲的正姓主嫌 曾經上過這個節目 2017年他參加中國有嘻哈 通過海選 拿到了金項鍊 但後來被淘汰 專漢弟弟及其他共犯 一起經營 詐欺事業 馬頭靠在鈔票上睡覺 不然就是把錢塞進褲子裡 不管怎麼拍 就是要順富 騙長者的老本換得命車代步 正姓主嫌原本有機會轉戰歌壇 但可惜走歪了 成了被詐騙耽誤的嘻哈歌手 三天新聞 張德成 李錦 新北區報導